尊敬的 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老师好 今天是母亲节 我们想起夫子 在孝经当中的教诲 这个孝经是夫子无问之说 代表这一本经典非常重要 整个重要的五经 经典 最后都是回归到 这一本孝经当中来 中国文化的核心 就在这一个孝字 所以夫子跟真子 刚好在屋子里面 夫子就对着真子讲 先王有智德要道 以顺天下 明用和睦 上下无怨 问真子知不知道 先王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让整个社会 家庭 这么样的安和 这么样的快乐 是用什么方法 真子知不知道 所以真子被问了以后 我马上恭恭敬敬站起来 给老师请法 我不知道 希望老师给我教诲 给我开示 所以就在孔夫子跟真子的 对谈当中 夫子就把笑的道理给开显出来 我们都希望明用和睦 上下无怨 家庭都是很和美 这是一个结果 我们希求这个结果 很重要的 一定要中对的音 就是要把笑道 落实在家庭 推广到社会上 所以哪里的笑子多啊 这个地区就有福分了 这个时代就会有福分 我们看到汉朝非常的兴盛 汉朝就是以笑至天下 所以所有汉朝的皇帝 都加一个笑字 因为皇帝很重视上行下笑 所以汉朝出现的笑子最多 那也同样的他的忠诚也最多 我们从这里就体会到 忠诚出于笑子之门 所以所有企业界啊 现在在商脑筋 找不到好的人才 好的干部 这个最关键的 也是我们家庭 从学校社会缺乏校道的教育 所延伸出来的现象 所以我们与其在那里哀叹 不如好好地提起 我们老祖宗的教会 从校 从德行啊 来培养我们的下一代 培养我们的干部 这个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因为就像地址规上讲的 父母乎应勿还 父母命行勿懒 你看对父母乎懂得恭敬 他才有可能对其他的人恭敬 我们今天对人不恭敬呢 很难把事情给办好 有了恭敬的心啊 才会互相尊重 互相这个体恤 所以地址规这些句子呢 对一个孩子一个人 都是根本心性的启发 下一句父母命行勿懒 这个代表父母交代的事啊 都会全心全意去做好 进而他出社会来 他这一份尽心尽力的态度 就会转移到对于单位 对于领导 这个叫一笑作终 所以恭敬的心 敬忠的心 以至于体恤他人 爱护他人的这种心敬能力 也都是从孝道当中出来的 地址规当中说到 冬则温 夏则敬 所以对父母啊 生活当中的需要 都能非常的体恤 观察 入围 所以这一颗细腻的心 感受的心呢 就从对父母 可以延伸到 对一切的人 所以我们希望一个人好的德行啊 那个根源都从孝顺父母当中啊 延伸出来 所以说 百善孝为先 这句话也同时啊 不只告诉我们 孝为百善之手 而孝真的落实了 他很多的这个善良啊 也会很自然的被引发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啊 我们自己的社会国家 能够迈向和睦安定 那首先呢 从我们自己做起 从我们的家庭做起 我们家庭社会有更多的孝子 更多有德行的人 那我们给世间人做表演 世间的华人啊 一定会非常欢喜 来到我们台湾啊 跟我们一起探讨 一起交流 在广东啊 有一个学校 他也是推展这个校道的教育 所以很受到呢 这个广东省的肯定 所以大时候香港啊 要派人到广东 参观学校的教学 整个广东省就推荐这个学校 因为这个学校的校的教育啊 做得最扎实 所以你看一个学校 把这个校道德行落实了 它不只影响一个学校啊 它还延伸到对其他地区的 这种教化力量 就会很自然的水到渠成 而这一个学校的孩子呢 出去校外教学啊 都会主动的捡起地上的垃圾 然后面对这一些司机叔叔 都是很诚恳的感谢他们 给他们问好 所以这一个旅 这一个旅行社啊 很感动 说接待过这么多孩子呢 没有看过这么懂事 这么乖的 所以还在 报纸上呢 刊登了这一篇报道 称扬啊 这个学校孩子的德行 然后也肯定啊 他们这个校道的教育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 小看我们的力量 我们一个家庭 一个学校 能做好的榜样 也能把人的善心啊 给唤醒起来 好 因为人之初 信本善 有了好的榜样啊 人的善根就能唤醒 所以今天 这个社会啊 不能够 在伦理道德当中提升啊 那我们不怪人啊 怪我们自己 所以当初在 宋朝的时候 那范仲淹先生 他们家庭啊 很落实校涕的精神 所以当时 范仲淹的孩子范存仁 朝廷要他出来当官 结果他告诉朝廷啊 我的父亲啊 还在 我要敬这一份校道 所以他放下功名利路 他希望去敬孝 他不去贪啊 这些名利 因为啊 这个孝子的心中觉得呢 敬孝啊是人生的不可等 最踏实的事情 我们现在 在事业当中啊 有没有忽略了 对父母的校道 俗话讲啊 树欲敬而 风不止 子欲养而 亲不带 这是人生啊 最大的遗憾 有一个 这个企业家呢 他听了这些道理以后啊 觉得行孝不能等 他的父亲呢 病得比较严重 所以他就请了嫁呢 到医院呢 去照顾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看他来了 不大讲得出话来 所以都一直呢 比着手势啊 叫他回去 你回去工作了 不用来看我了 不然呢 到时候影响你的工作 我们 我们体恤父母的那一颗心呢 连病得这么重啊 都还是为子女作响 我们真能体恤父母对我们的心呢 那我们要尽孝啊 一点都不难 甚至于不尽孝呢 自己都觉得很难受 后来呢 他的父亲因为 长期没有办法排便 所以整个肚子都脏起来 后来呢 医生呢 拍了这个泄药给他的父亲 终于啊 这个有排泄出来 因为很多天没排啊 非常的难受 所以他的孝心起来了 都能感同身受父亲的痛 结果当父亲呢 这个排泄的时候 因为来得太急了 也来不及用这个成人尿片 所以这一位朋友是用双手 去接自己父亲的粪便 所以在那一刻呢 他觉得一点都不脏啊 因为在那一刻啊 他是感受到的 是父亲的身体舒服多了 后来 这个父亲的病情啊 稍有好转 所以他呢也觉得 去侍奉父亲啊 非常值得 结果他的父亲呢 就在纸上呢 写了几个字啊 叫他赶快回工作去 不可以在这里 继续耽搁照顾他 所以 这个在父母啊 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啊 我们应该呢 尽力去照顾 才不会留下 这个人生的遗憾 而我们这样的孝心呢 相信孩子看了 会沉船 会感动 会沉船 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长官们看到呢 也能体恤 甚至于能感受呢 这样的人一定是个忠臣啊 所以当初 曹廷啊 要范存仁出去工作 到金城呢 那都是当中央的官员 那范存仁 并没有接受 他留在家里呢 侍奉父亲 等父亲去世了 曹廷呢 又一次呢 请他到中央去当官呢 他又告诉曹廷 我的哥哥还在 所以要奉养好我的哥哥 我哥哥身体比较不好 后来呢 他的哥哥啊 也往生了 之后他才呢 到中央呢 去这个当官 那我们感受一下 请问范存仁 先生是去了朝廷 才能利益这个国家社会吗 还是他留在家里 更能利益国家社会 你看他假如没有奉养父亲呢 然后就去中央当官呢 请问对社会是什么影响 人家会觉得 当公民富贵在眼前 父亲可以先放一边 兄弟可以先放一边 可是他却没有这么做 他反而是提起孝涕的精神 所以这个时候就给全天下好的榜样 大家重义亲力 所以当整个社会 重视孝涕 重视道义了 这是真正利益国家社会啊 而不是我们去抱着这个官子 叫利益社会 我们已经没有做好榜样 给社会大众看了 所以范家的贡献呢 就把孝涕演出来 那时候宋朝啊 就非常重视孝道 而且非常有人义之心 我们翻开这个德语故事啊 宋朝在这个道义 人义当中啊 非常多圣贤人 给我们做榜样 那个都是孝涕延伸出来的社会道义 所以孔夫子有一次啊 人家问他 说 你怎么不出来当官 夫子就讲道啦 我今天在家里面 能孝养父母啊 友爱兄弟姐妹 我给天下人做榜样 那个就是最好的政治啦 怎么一定就是要出来一官半职 才叫做从政呢 所以这个政治啊 夫子在回答 季康子的问 说什么是从政 夫子讲 政者政也 就是给社会做榜样 这个叫从政 子率以政 俗感不政 从政就是政己化人 自己要先当好榜样嘛 一个领导者只要把好的榜样做出来了 赤赤然然 风行朝野 上行下校 所以夫子这一段话呢 也给我们真正 从事于政治的人 当领导的人 首先呢反思 我们有没有当好的表率的人 那成为团体 成为社会的一个典范 这个就是对团体社会最大的贡献 我们在 卢江汤池啊 建设一个和谐示范镇 那长期也在那里啊 下乡路父啊 给这些政民们呢 讲地址 讲伦理道德 然后 杨老师也亲自教地址 跟教书法 所以老师的爱心啊 包含这个艺术的教化 中国的艺术啊 都离不开修身 仰性 我们现在的艺术啊 很多时候是在消磨时间 甚至有很多艺术品啊 看了并不一定能让人心情舒畅 所以面对现在的艺术啊 我们也要选择正邪啊 看了这个作品啊 会让人起邪师的 这个不是艺术作品 有一次我们到 这个美术馆去参观 看到一个得奖作品 放了一个马桶 然后挂了几个塑胶袋 这样是得奖作品 我也看不懂 所以有时候想想 我是不是落伍了 好像现在的艺术作品是 让人家都看不懂 叫好的艺术作品 应该是让人看得心旷神怡啊 让人看得提起那种善良的 为人处事态度 这个才是好的艺术作品嘛 所以老师教他们地址规 教他们生活教育啊 然后又教他们书法 所以孩子的心啊定下来了 很多本来打网路游戏的 现在开始把这个时间啊 没有在消耗了 用在学书法 用在学撰科 很多孩子坐下来呢 还有兴趣的啊 那个钻科一做啊 三四个小时都不动 非常专注 孩子有专注的能力啊 读书也好 做事也好 很快能够啊抓到要领 所以现在这个大陆我们很多的老师们啊 都出来呢 在建设这个和谐示范证 在推展中国文化 所以呢 这个杨老师也提到呢 应该啊 多一些时间呢 回来台湾呢 也把这一些经典啊 把这一些艺术呢 也能够呢 在台湾推广开来 所以大家呢 假如对我们文化呢 有这一份信心 有这一份使命感 那一定啊 可以让这个杨老师呢 亲自回来呢 给我们的孩子指导 书法 指导钻科 指导这些艺术 指导 对中国文化的学习 我看大家没什么反应 对我们 可以说啊 这几十年来啊 中国文化在台湾呢 都是沉传下来的 包含我们的师公啊 李秉兰老师 在台中讲学啊 三十八年的岁月 数十年如一至 这么好的风范 这么好的道风 学风 我们当学生的 当弟子的 都有这一份使命啊 去呈现其后 我们看到 现在这些歌曲 听起来有没有修身养性啊 听到最后呢 现在小朋友连幼儿园都在谈恋爱 有没有 哇这个不行啊 康熙皇帝有智慧啊 知道这个秦氏啊 会坏事 要先建立好理智啊 他的人生啊 才不会为秦所困 所以规定他的子孙啊 二十岁以前不可以读诗词 把这个理智的根基要扎得很老 二十岁以后 为什么要读诗词 是理智建立好了 读一些诗词啊 能体恤人情 能顾虑到人家的 这一些情绪感情 能随顺人情 不要让人家太难受 变得人情恋达 但是自己呢 却是很理智 知道怎么样处理事情 才能为大局 才能看得远 所以移风易俗啊 莫善于悦 这个音乐也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要做出好的音乐 那一定要有修养的人来写 而有修养的人呢 要从小培养 所以这个重担呢 就在大家的身上 要从小就有这种 德行修养 才能创造出好的歌曲来 所以现在呢 我们在汤池呢 每个礼拜呢 都有和谐和唱团 这个村民都唱得不亦乐乎 不亦乐乎 大家唱得都很欢喜 甚至于啊 从这个五湖四海来的朋友 我们也一起唱 唱母亲 唱父亲 唱着大家都是很感动啊 都流下了泪水 那种音乐啊 能够让大家的心啊 彼此的交流 好像融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和谐示范证呢 在汤池呢 一年多的效果呢 也让我们很肯定啊 古圣先生的教诲 确实可以啊 把人教好 可以把社会啊 真正安定祥和 我们在这一年多以来 离婚率啊 快速下降 各位朋友 现在哪个地方离婚率下降 我听到一个讯息啊 非常的难受 也很紧张 听说我们台湾现在 2.2对 就有一对离婚 而且是亚洲最高 这个都是一个警讯 因为离婚率高了 夫妻这一轮就乱了 夫妇轮乱了 不可能教好孩子 也不可能出有爱的兄弟 所以很可能就因夫妇乱了 五轮都乱掉 人不学 不知道啊 我们把这些夫妇 这些五轮的道理讲了以后 汤池正呢 一提到这个夫妻吵架了 人家都会笑啊 会瞧不起啊 这个风气整个就转过来了 不止离婚率下降了 犯罪率也快速下降 所以没有说呢 经济发展了 离婚率犯罪率是正常 这个都是歪理 只要能真正 把这个伦理道德教育做扎实 离婚率下降了 犯罪率下降了 经济快速发展 所以汤池正人民的收入啊 快速提升 这个都可以同时兼顾啊 你看我们台湾是山明水秀啊 这么好的地方 蓬莱仙岛呢 我们当子孙的 台湾是我们的母亲啊 请问我们现在把母亲糟蹋成什么样子 今天是母亲节啊 我们怎么样爱护我们 台湾这一个母亲呢 我们居然是创了 亚洲温室效应最严重 是世界温室效应恶化的两倍 这是我们回报母亲的情况啊 所以这个都透露什么 我们知恩报恩的教育啊 太缺乏了 所以糟蹋父母 要糟蹋我们这一片养我们的土地啊 所以我们今天要反思啊 如何不让这个环境 台湾的生活环境继续恶化下去 从我们做起我们有责任啊 怎么减轻温室效应的恶化 大家心里有没有数 你们不可以无辜的看着我 责无旁贷啊 所以只要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这个就是真正在尽这一份孝道 所以尽量搭乘公共交通用具 做公车 就不用开我们的自家的小客车 这样就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再来呢 夏天要到了 用越多的电啊 这个电都是火力发电的 都是透过发电来的 这个发电的过程 都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人省电就省电 所以今年开始呢 冷气不要吹了 买名啊 真的啦 已经到了存亡的地步啦 我们都没有警觉性啦 这一期天下杂志的封面 101层的摩天大楼啊 淹淘了一半啊 代表温室下运继续严重南北极冰融化了 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啊 台湾会淹到101大楼的一半 主位朋友 我跟大家保证 科学家了解的速度 绝对赶不上恶化的速度 为什么 因为人的欲望快速在打开啊 那不是科学家能预测得到的啊 假如预测得到 怎么现在会这么严重 那以前都预测啦 可能这个几百一两百年之后不能用啦 现在不是啦 可能短短二三十年 就整个 可能就是汪洋一片了 好 我从来不吹冷气 好 因为老子宗说 心静自然凉 連心能够静得下来啦 说实在的 冷气越吹喔 所有的热气往哪里排 通通往室外排嘛 所以人一走到室外受不了了 通通往冷气房里面钻嘛 结果往冷气房里面钻啦 又不出来运动 所以现在孩子抵抗力很差啦 也都不流汗 血液循环又差 所以养出来的都 身体状况都不好 都有这个 吹冷气症候群 冷气病啊都很多 所以这个道法自然啊还是好 所以省冷气啊 这个少降低一度啊 可以省百分之八的电量 所以真要吹的话呢 我们调到呢 这个二十 二十七八度 二十五度这样就好 不要调到二十度啦 十八度 那个太耗电了 再来 只要会砍掉树木的 这样的资源浪费要减少 因为有越多的树啊 才能够把二氧化碳 转成氧气 好 哪些方法呢 你看我们用纸啊 都是用双面 不要太浪费 可以用的再用 减少纸的消耗 再来还有很重要的 我们今天地球上的森林 为什么都被砍发掉了 因为要养很多的牛羊 来给人吃 所以整个地球的森林啊 是被我们吃给破坏掉的 所以现在很多先进国家 体会到了 我们今天要拿 十公斤的骨类 去养牛 养羊 然后才能换来一公斤的肉 这样划不划算 不划算耶 我们仔细想想 我们拿十斤的骨类 来换一斤的肉 结果我们吃饱了 你看全世界有一天有多少人饿死 假如我们少吃肉啊 把这些骨类都留下来 人类饿死的情况 不会那么严重 人类整个原始森林的消耗量 也不会这么严重 所以真正少吃肉 对地球 对人类都有好处 更重要的 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有好处啊 利人绝对利己 你害大自然啊 我们有没有得好处 没得好处 你看我们用农药 用化肥 不让这些动物吃 结果你看最后农药化肥给谁吃 还是给人吃 所以我们吃出一堆病来 病虫口露啊 这个吃东西要很谨慎的 我们现在太多的科学研究报道 肉食啊 对人体健康影响很大 你看呢 我们三十年前 要听到一个癌症的人 都很少 好像三十年前 听到有一个人得癌症的 都觉得是天大的事情 有没有 结果现在三十年后呢 不要说听到一个人 自己家里面家族的人 都有可能不止一个人得癌症 都变稀疏平常了 怎么来的 吃出来的 吃出来的喔 日本女性得癌症的比例 得乳腺癌的比例很低 结果日本人移到了 美国 在美国生活啦 移过去以后啊 得乳腺癌的比例 是在日本的五倍 就成长了百分之五百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不是遗传的问题 是什么 是饮食的问题 而且全世界乳腺癌最严重的国家 是纽西兰 因为纽西兰肉吃最多 所以科学家都发现 哪里肉吃的最少 哪里得乳腺癌 得癌症就越低 所以这个研究下来 人要活得长寿 有一个原则 叫吃咖啡 不要吃太好 为什么 那些肉里面 太多的荷尔蒙 太多的抗生素 有一个科学报导 到1840年 欧美地区 女性的生理期 是17岁的时候来 到了1980年 经过140年以后 女性生理期 从17岁到11岁 生理期 来得越早 生理期 这一个女子 寿命越短 你看喔 我们都希望让孩子吃得健康 结果吃到最后 越来越不健康 而且生理期来得越早 得癌症的比率越高 这是1980年 是11岁喔 诸位朋友 现在是2007年 请问现在生理期 来是几岁 可能直逼10岁以下 这些蛋 这些肉 含的太多的荷尔蒙抗生素 刺激液 这些小女孩啊 所以现在这些 这个内分泌科啊 很多小学生来看病啊 所以怎么让孩子 真正吃得健康 同时 又能够爱护这个大自然 这个确实是我们 必须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有一个 这个 妈妈很爱她的孩子 孩子喜欢吃热狗 所以每天一定给孩子吃一条热狗 这个孩子14岁 得大肠癌啊 已经死了 所以爱之不以道 是所以害之也 你爱护孩子一定要有真实的智慧 所以现在父母都怕 哎哟 他营养不良怎么办 现在在台湾呢 你听得到哪个孩子 饿死吗 都不是营养不良的问题 现在是营养过剩 吃的太多了 造成生理很大的负担啊 而我们常说 那怕他蛋白质不够 其实蛋白质每一天只要40克到60克就够了 吃太多蛋白质造成身体的负担 因为蛋白质太多了 身体会变成酸性 身体应该是弱减性才健康 结果变成酸性体质 内脏泡在酸性体质里面 快速消耗 所以现在这些内脏 耗损的情况太严重了 那当身体酸化了 它会启动身体的平衡 必须把它慢慢调回 比较弱减性 这个时候没办法 骨头啊这个盖子是碱性的 只好把骨头啊 里面的盖滲出来 滲到血液里面啊 让这个身体呈现弱减性 不然身体受不了 结果这个骨头滲出来了 流到胆变什么 胆结石 流到肾 变胜结石 所以以前结石的人少呢 现在结石的人一大片 吃得越好越结石 所以哦 不是缺钙的问题啊 钙质是 不是你吃多少 而是你能留下多少 你能留得下来 骨头里面这个盖都留住了 身体健康啊 结果我们吃越多这个 高蛋白质的食物 然后体质反而酸化了 这些盖都留不住 也吸收不了 好 所以这个根源问题啊 还是体质不能酸化 不可以吃啊 太多脂肪 太高蛋白质的食物 尤其是这个动物性蛋白质 我们几大死亡原因啊 癌症心脏病 高血压糖尿病啊 现在还有一种疾病 急起直追 叫做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严重呢 那个骨头的钙都空掉了 所以有可能有一天早上 突然打喷嚏 这么一打喷嚏哦 啊 肋骨断了 大家不要笑哦 这一天快来了 假如我们没有正确的健康饮食 甚至有一天 骑脚踏车出去散步 刚好有个坑洞 不小心 车子掉下去了 哎呦 怎么断两根 那就麻烦了 好 所以这个健康的观念呢 我们有一位朋友啊 他也是台北人 我们周永山老师 他是医学生物化学研究所毕业 他现在大量收集着一些重要的 观念资料 我们最近啊 我们最近啊 会把他 录成一个片子 下一个月啊 再带到孔庙呢 跟大家来结缘 所以这一些事情啊 这一些知识啊 都刻不容缓 对我们个人家庭 都很重要 好 所以我们要爱护这一块母亲啊 从我们的饮食开始调整 少吃一些肉 好 因为养这些牛啊 他们每天排放的二氧化碳 比汽车还要多 一条牛啊 一年放出 四千公斤的二氧化碳 一台两千cc的车 一年才放三千公斤而已 所以这个牛啊 放出来的屁啊 放出来的气体二氧化碳更多 所以你看整个大自然是一体不可分的啦 当我们欲望快速扩展 真的就把地球的环境资源都给破坏掉了 好 所以确实啊 这个伦理道德孝道若实啊 社会风气能改善 同样经济可以发展的很好 我们有好的环境 好的文化 我们应该来发展观光文化旅游啊 结果我们现在工业这么发达 难怪温室效应这么严重 你看本来的蓬莱仙岛啊 现在变成什么了 我们看了也很不忍心 所以希望大家有这一份使命啊 让台湾重新呢 变回蓬莱仙岛 就必须从人心开始改善 所以我们期许呢 从我们从桃园开始 然后能做到全省 把地质规 把中国文化弘扬开来 而人心善良了 整个社会国家就会有好的转变 从我们开始落实孝道 开始落实兄弟有爱 来起步 那我们在做这个和谐示范证的过程呢 来了非常多的团体 他们都希望呢 把他们的单位呢 经营的很和乐 所以真的哦 方以内聚 物以群分 我们有这一份善念呢 赶来很多的团体哦 所以海南的监狱啊 跟我们合作了一年了 所以现在是五个监区啊 整个海南省五个监区 都开始同时推展地质轨 这个吸毒犯啊 在世界的回吸率 就他吸毒以后啊 把他戒毒了 又重新回来吸呢 差不多在百分之九十 哇 我们看到呢 一个人一吸毒了 这一辈子很难戒呢 当一个人吸毒戒不掉啊 他整个家庭都在仇云产物当中 结果在海口开始 用地质规 用孝道来教育这些吸毒犯啊 现在回吸率降到百分之十八 全世界啊 这个监狱都震动啊 都要来研究了 怎么可以降得这么低 面对这么大的欲望啊 没有从内在真正德行的力量抵挡不了 所以有一个这个毒犯呢 他的刑期到了 然后呢他就跟监狱讲 他说长官啊 我弟子规还没听完 可不可以让我听完再出狱 所以他们不是不愿学啊 谁愿意当欲望的奴隶啊 没人教啊 所以在监狱里面呢 那个课程还没听完啊 他不想出狱啊 我们在这个海口啊 长期每个礼拜都上课啊 结果监狱一些学习的情况啊 这些犯人呢善心都起来 孝心起来了 我们在课堂当中都会提到啊 结果有一个妈妈就讲了 她说我听你们讲这个监狱的情况 我真想把我儿子送进你们监狱去 没办法 那个孩子在外面受污染 他很不放心啊 他想说进去观理一下 刚好学医学 真的是这样啊 现在孩子没有学到这些文化 在外面都受污染了 那个妈妈忐忑不安 都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 我们刚好啊 最近我们张秀奎老师啊 75岁的高龄啊 到监狱去讲课啊 真的有一位这个服刑人员啊 他也快要出狱了 因为他吸毒快要出狱了 他也说听了你的课很感动啊 我可不可以听完再出去啊 所以这个现象也在我们台湾 刚开始推展开来了 所以现在是和谐监狱呢 诸位朋友监狱能不能和谐啊 你看我们以前的印象 监狱长什么样子 阴深深的有没有 那个监狱里面的警察 好像跟那个犯人 剑拔弩张很容易起冲突 只要呢 这些警员们啊 真正提起了一种使命 一种爱心 监狱也可以和谐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现在社会最需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监狱变成学校 假如我们不好好的把监狱变成教化的学校 那我们以后就得拿钱再盖监狱啊 因为他们也是不进则退啊 你不教化好他们的 他们本来是小偷呢 关了五年出来变什么 你们说的我没说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你不把他教好 他一定会 会下肚嘛 所以我这一次刚好 四月初啊 到了海口 我也进了监狱了 我到海口监狱去非常感叹耶 踏进去 那时候第一次去讲课 这个抬起头来看到 海口监狱 中国文化培训班 你看 中国文化在哪里复兴啊 在监狱复兴啊 好事啊 为什么 犯人都能教得好了 还有谁教不好 所以这个功德无量哦 把监狱的犯人教好了 大家能起信心啊 不然现在哦 现在的人铁齿加钢牙 都不相信古圣先贤的教诲嘛 所以这一次去的 刚好啊 参加了亲情邦教 他们现在呢 要教育好这个 这一些犯人哦 不只是干警学习哦 连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家人都要学习 所有监狱里面的 工作人员都学习 把整个监狱都经营成了 地址归的环境 所以这一些 服刑人员的家长 一起来了 那一次啊 三十个服刑人员 大家猜猜看哦 来看他的亲人有多少 我预算了一下 超过一百二十个人 代表每一个服刑人员 最少有四个人来看他 那时候他们要回去的时候啊 我观察了一下 看到一个年轻人哦 旁边跟着八个长辈 所以我们现在过母亲节啊 你看当他的孩子 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面 这个母亲 母亲节好不好过啊 很难熬啊 所以中国文化 夫子非常强调啊 中树之道 所以这一棵树心啊 如其心 感同身受啊 真的当一个人犯罪了 关到监狱里面 他关的是有形的牢狱 所有爱护他的人 都关的是无形的牢狱啊 都很苦 而当他的孩子出狱了 他的父母跟爱护他的长辈 出狱了没有 出狱没有 没有哦 可能灌一辈子 无形的牢狱 所以我们整个社会啊 都要爱护走向歧途的人啊 接纳他们 帮助他们 这样的心啊 才能真正让他们回头 这样的心啊 才能让这些犯错的人 不会跟社会形成对立啊 形成冲突啊 我们对他们都没爱心 都唾弃他们了 越来越多社会问题 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个工作啊 我们要集体来做 所以诸位朋友 你们有亲朋好友 在监狱里面 做警官啊 在监狱系统服务的 一定要把地址规介绍进去 这些干警啊 都觉得人生越来越有意义啊 本来以前都是跟这些扶行人员 在那里 那里好像对立啊 现在心念转变了 当他看到扶行人员转变了 给他父母鞠躬啊 给他父母下跪了 他们看了也很感动 所以他们的人生觉得 越来越有意义 所以现在呢 我们一起教学的呢 除了我们的老师啊 另外一半呢 是海口司法厅呢 他们自己的干警培养出来 所以现在连监狱的干警 都投入呢 弘扬中国文化的这个行列 所以现在得各行各业 通通要起来带动 怎么带动 我们待会再说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